三峡卫生索大门申索 周末卻有不少民众大清早 敢来打疫苗却扑了空 民众受出通知清楚写着 三十一号早上八点半开始 不管有没有预约 都可以来施打AZ疫苗 没想到临时喊咖 是疫苗不够 还是因为接连三天 发生不用预约 人来就打的乱象 才会临时取消 据了解三峡卫生索 今天并没有安排这样的施打 正在施打的中央系统的第四轮 以及第二剂的疫苗 本月二十七号新北市都还有二十万剂左右的疫苗 侯市长宣布八月一号到八月四号要暂停施打疫苗 还是说为了要造成八月一号之后可能没有疫苗 于是这几天就开始大打人情疫苗来消化疫苗 关于疫苗施打乱象 陈时中与众心潮 新北分配到底哪里出问题 恐怕造成不公平乱象 有没有严格控管配给 恐怕市府得从源头找问题 下来的旋风不放吗 又关心没事报道 下来的旋风不放